通常老師給你的題目,我們先舉例一下 假設今天老師給你的題目是 難忘的春節 我那是密碼 假設今天老師給你的題目是 難忘的春節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會先開始想 跟春節有關的題目 烤肉 烤肉 烤煙飯 烤肉 烤煙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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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煙飯就是烤煙飯 烤煙飯就是烤煙飯 一般講烤煙飯比較多菜 烤煙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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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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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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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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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打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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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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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 演阿 哪裡過年有演唱會 有阿 跨年演唱會 跨年演唱會 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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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要來煙火 我要拿著麥克風挑打次 老實已經把那碰風 碰跳 老實煙爆有了 煙爆有了 有 那我要跳一個 那你講到什麼嗎 有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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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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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草廚 那個那個 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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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們先提在這邊 剛剛第一個部分,第一個階段我們想的 大家想的和過年關的東西擺在這邊 第二個階段我們就要做簡單的分類 首先,做完我們都知道大部分都會分成四段 起層轉合,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把四個段落寫出來 起,第一段,乘,第二段,轉,第三段,和,第四段 我先大概講一下四個段落的意義 起通常就是根據這個題目,做一個開頭 把這個題目借進來 然後乘,他要接著說第一段的事情 把它詳細的說,仔細的說 那轉呢,通常是轉折的地方 比如說,剛剛如果都講好的 現在可能要講不好的那一面 或者利用不好的那一面,來講好的事情 應該要怎麼樣變好的事情 這個叫轉,就是語氣要轉的地方 這樣的文章才會有高潮疊起嘛 好,好的呢,就是最後 把你剛剛前面講的三個段的東西 做一個結論,做一個整理 最後把它匯合在一起 做成結論跟什麼希望之類的 所以會有這四個段落 現在,請你告訴我 哪一個東西應該是在哪一段裡面 我知道跑然光年 跑讓你葉到這 那個那個跟那 ład透到日期 跑到日期 跑ב是ào 沒有到了,我要 cush poorly 是疼吧 我負責他 note 你葉分呢 喜 喜 她在那個高潮疲 哈,不錯 好吧 Franco Square 男嘉 可以放男嘉是起 大嫂子是起 先生女也是起 男嘉是中二 應該是在 在過年的部分 好,你也放了嗎 紅包 吉祥話 出去玩 出去玩 全都玩 可以這樣 好,來 好,來,注意喔 我們剛剛已經做了簡單的分類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我們剛剛想的東西 都集中在過年前 跟過年中的事情 那有沒有他的 反面的部分 好,或者是 剛剛這邊講的 可能都是比較好玩的 正向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不好的部分 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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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功課 好,有人提到功課 好,有人提到功課 好,拿到紅包 好,紅包 好,紅包 有人沒紅包的 我沒有紅包 沒有紅包的都是哪些人 沒有紅包 通常都是 比較弱勢的嘛,對不對 比較弱勢 好,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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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過年發生了什麼事 避震 好,避震 好 好,避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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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個人的 好 好 好 再看一下 一、二、三段的東西都蠻多的 哪一段比較少 一、四段 那我們現在再體驗一下 對不對 好 好 你看喔 根據這個一段、二段、三段講的內容 你覺得你的結論 開心 要講什麼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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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難化 難化 這都是情感的部分 那其他的呢 期待 期待 我們 先 從海 なん 從海 入手 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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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它跟信用差不多好 好 那我只要跟你講 剛剛沒有講,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好,回家,回家 回家 所以要結束了,要回家才能進來 好,來 沒關係,我們先停到這邊 剛剛第一次呢,我們大家想了一些東西 然後第二次呢,我們把它做我們四段的分類 然後把你們想到的東西塞進來每一個分類裡面 對不對,這是第二個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我們要去補那個段落 如果太少的,我們要加進來 對不對,如果太多了,你可能會寫不完 這一段太多,你看這一二三次 第二段那麼多,做結起來會大肚子 那我中間很汗,旁邊,頭痛腳心 好,那所以這些太多的,要不要翻掉一點 哪一個你覺得對身做一遍關係的,我們來翻掉 不想拉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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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我們暫時先對要 好 好,這三個步驟完成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你的作文好像大肝差不多了 你有沒有覺得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你作文就很好寫對不對 有沒有 有 有 那接下來第四個階段要做什麼 很簡單 就是把這每一個事情 把它說清楚 然後把它連接在一起,變成一個段落 舉例,老師舉例 例如說 好,大寒假了 好,大寒假 好,大寒假 今年的寒假 欸,蠻接近過年的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 家裡開始做大寶騎 好,然後 做過年前的準備 然後你要加一些那個喔 加油添醋喔 還要加自己的感覺 還要加事情的經過 如果 大寒假的時候 我負責 欸,洗窗戶 那個窗戶 洗窗戶好辛苦 擦鍋瑜 擦著我的手 非常的酸 對不對 今天快要換掉 欸,快要換掉 對不對 你把那個詳細的內容 加上一點你的感覺 把它寫進去 好,這樣子你的文章 讀起來就會 好,就會很經常喔 好,那操作完了 家家戶戶開始貼村莲 那我們家也貼了村莲 那你可以 也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貼的村莲是哪一 哪一副 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樣子第一段是不是就快寫好了 好,這樣子寫完了 然後一樣的方式 第二段呢 就可以 把這些內容把它串起來 然後稍微介紹 好,那其中一兩個 其中一兩個 比較精彩的內容 請你做 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比如說 小朋友啊 喜歡放煙火對不對 好,所以你一定會放煙火 那放煙火的時候 你可能有放煙火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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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上我用手在空氣裡面做畫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就把那個精彩的過程 你的最深刻的體驗把它寫出來 這樣子你的文章就會很精彩 那這些都可以寫 那其中就是每一樣都要介紹到 但是其中一兩樣把它寫清楚一點 進入第三段 前面過年很辛苦 過年很好 又拿到很多紅包 也吃得飽飽了 明夜大家親戚都回來 然後又還有人出去玩 所以回來第三段我們要轉對不對 轉剛剛講什麼 轉要做什麼 是講負面的 負面的部分 或者是用負面的方式來講正面的東西 比如說 過年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很幸福 我這邊 那你就會想到 那小部分的人很可憐 孤兒 他一定沒有紅包 因為他就沒有親戚 沒有家長對不對 然後他們的年到底是怎麼過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然後 我們今年過年的期間 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大地震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大地震的經過 還有那些 有哪些人死掉多少人很可憐 還有那些救災英雄怎麼樣辛苦去救災 這些都可以做一個敘述 然後做完你就要開學了對不對 開拍 你就會想到這一個最恐怖的事情還沒有做完 功課還沒做完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做一個介紹 這個就是轉 好 最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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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剛剛講到的東西做一個整理 所以 開心跟難忘 還有希望從來 這個大概都是真正比較好玩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就大概講說 剛剛今年的過年過得很開心 也很難忘 然後 你會有一個期待 那期待就要把它寫清楚一點 比如說 這些可憐的人 我們希望他未來的發展可以更好 然後社會福利 可以對他們有點幫助 那怎麼樣具體的幫助 或者是說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紅包寫出來 幫助這些受災戶 或者捐給弱勢的團體 讓他們去照顧這些可憐的老年人 或者可憐的沒有媽媽的小孩之類的 這樣子就可以把全部的東西帶到 然後做一個結論 那如果過年可以重來 好 今年一年已經過了嘛 好 也許今年你做了很多事情 是沒有很好的 那 你就希望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我要怎麼做 好 你的具體的行動是什麼 好 好 好 所以呢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第一段都把它寫出來 好 然後 這是第四個階段 對不對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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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寫出來 齁 只有八十分 就是你的結構很完整 你的事情也都講得很清楚 只有八十分 為什麼 因為不要寫出一整遍 因為呢 最後 那個美化的階段 齁 你要把你的文章修飾一下 讓它更優美 那更優美呢 通常 我們會利用一些成語啦 利用一些小故事啦 怎麼樣 或者把你那個整個整段的句子 把它連接的很順 不要一直 然後 然後 我去採買 然後呢 我洗窗戶 然後 我 把那些冷脆的東西拿掉 好 這樣子你的文章就會 跑到九十分以上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老師 當然從開 從第一個階段 講到我們第五個階段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這種方式來寫作文 有沒有比較簡單 有 我們剛剛從上課到現在經過十八分鐘 十八分鐘 我們已經知道整個文章要怎麼寫了 有沒有很清楚 沒有 有嘛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只是把你這個東西把它寫成文字而已 好 你剛剛討論的內容寫成文字而已 好 就這樣子 這樣你就會困難 應該還好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我出一個題目 你按照老師剛剛的五個步驟 去試著做做看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出一個題目 什麼題目比較好呢 好 好 就難忘的寒寒 好 好 來 好